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历史开讲了,我是老实 中国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做白马藏族 居住在四川九寨沟平武一带 如今只有一万多人 不过他们可不是藏族人 他们自称低族后裔 对于加上藏族标签的说法,他们也很无奈 事实上,白马藏族除了穿着上有点像藏族 他们的风俗习惯跟藏族人截然不同 近几十年来,不断有人向政府呼吁 应该给白马藏族证明,恢复他们白马迪的身份 那么这个白马迪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呢? 其实,白马迪族的祖先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迪族 迪族是发源于我国古代西北部地区的一个彪汉民族 春秋战国时代,迪族居住在西北地区 汉朝的时候,迪族有两次大的迁徙活动 主要是迁居至关中一带 到了三国时期,曹操下令让很多民族内迁 强制迁徙到中原地区与汉人杂居 将他们置于汉人的包围之中 曹操以为这个样子,他们就不会聚众起兵了 然而他错了 他这样做导致大量湖人进入中原地区 为后来的五湖十六国大分裂埋下了伏笔 微信搜索迷彩虎,关注后回复五湖乱华 了解五湖乱华其实是自己乱了自己 还让外族背锅的说法从何而来 后来天下大乱之时,低族人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政权 尤其是前秦的福坚,就是低族政权的代表之一 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君王,军事上颇有成就 内政上也是历经屠治,颁布了一系列立国立民的政策 带领低族大军横扫大片北方地区 连朝鲜半岛的几个国家都接受前秦的策封 低族的政权经过一系列征服和发展 终于与东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然而在天山王之战的肥水之战中 前秦败于东晋 否则低族也许会成为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了 即便是前秦父王了,低族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低族人又建立起后粮,后仇耻国等国 但是再也不能重现前秦时期的辉煌了 低族人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日子也是一去不复返 再往后还建立过几个小国 但是都是昙花一现,没什么影响力 自五湖乱华之后 很多湖人部落包括低族就一路南下 低族也是一样 有一些留在了四川和云南 还有一些一直南下到了如今缅甸地区 现在普遍认为 缅甸的少数民族克伦族就是低族人的后裔 克伦族中有很多人姓杨 正是因为祖先低族第一大姓就是杨 前面提到的后仇耻国国王也姓杨 克伦族在缅甸历史上一直与缅族、善族、孟族冲突不断 特别是克伦族与缅族之间的矛盾 上千年来就一直延续着 不仅没有随着时间而淡化 反而矛盾不断加深 直到现在还有一股克伦军在与缅甸政府军作战 真的是打了一千年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